2022春晚江坤抄图地 杨清凯被抄图 戏曲暗示习近平称地 每年除夕夜 中国的民众都要围在一起 观看中国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从1983年就开始举报的晚会 成为不少中国家庭的过节传统 但是近年来 春晚节目的政治氛围越来越浓 宣传主旋律的内容越来越多 而2022年的春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傲邀请了加拿大独立媒体人黄河边 以及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进行了点评 发现了几个重点 以艺术形式的说教 流量明星未出现 黄河边表示 今年春晚的政治意味确实稍微淡了些 可以说是刻意地淡了一些 但整场晚会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杯白开水 没有任何娱乐价值 充满了用艺术表现的一种说教 原先的流量明星这次基本都没受到邀请 请了一大堆新人 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老艺术家出现 但他们都出现在比较次要的场合 比如说在开头和结尾以群演的方式出现 二 节目政治化色彩 不再抨击社会现象 陈破空表示 感觉今年春晚的政治化仍然很重 只是他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已 今年的小品和相声节目做了一个处理 就是不再针边石壁 不再抨击社会不良现象 而是谈点家庭琐事 富与子或抗议期间夫妻吵架领导相劝之类的事 相声就讲讲方言 这些地方的确没有政治化 但非政治化的目的就是减少以往语言类节目 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功能 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政治化 三 通过台湾艺人的最含蓄促统 台湾歌手肖敬腾当晚与大陆和港澳歌手合唱黄河长江也引发关注 黄河边表示 这应该是当局以往的惯用手法 只是手法的粗糙程度不同罢了 今年春晚确实塞入了一些台湾元素 无非就是来表达一下北京当局的某些立场 让大陆观众关注到台湾人对于台海关系持有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必要 但他们往往会借台湾艺人的口 说出一些中国政府想要说的话 四 江坤相声抄袭涂地大山的部分内容 今年江坤的节目欢乐方言被吐槽得体无完肤 而很多人觉得里面的部分内容是在炒冷饭 陈破空表示 这属于抄袭 剽窃 盗版 特别是江坤作为长辈 如果抄袭涂地大山的节目 的确不应该 哪怕你只抄袭了三分之一而已 这说明江坤已经将狼裁尽 钱驴既穷了 他刚出道时的作品是非常优秀的 都是跟改革开放的气息相符的 就像他1979年的成名作如此照相 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讽刺非常辛辣 让人感觉很逼真 那简直是中国喜剧的一座高峰 随着中国民主运动在六四事件中被镇压 社会气氛发生了变化 江坤的才华似乎逐渐消失了 如今他已经无法有所表现了 五 杨清凯吐槽春晚舞美背景图抄袭 另外 今年春晚还出了一起抄袭案 中国国人画师杨清凯还在微博上吐槽 称之前2017年给项目画了概念图 但是发现出现紫啊了2022年的春晚背景图上 目前 杨清凯的发帖已经被删除了 时刻新闻播报 当时 杨清凯